哈喽大家好,我是接触片小姐Jennifer 今天的影片呢,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影片哦 那主要呢,是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在Telos脸上注册一个钱包 但是呢,这支影片呢,我想最近应该会造福还蛮多的朋友的 所以我想说我就赶紧来录制这一支比较基础的影片哦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会说会造福还蛮多朋友 原因是因为啊,最近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女歌手叫做 阿妹张会妹她连开了12场的演唱会哦 那即使是12场啊,这场数还蛮多的嘛 但是呢,当初演唱会的门票在贩售的时候啊 也是在几分钟之内就卖光光了哦 那像Jennifer啊,通常我其实蛮习惯一个人去看演唱会的 但是我即使只是要买一张哦,我还是手慢没有买到哦 结果啊,之后阿妹更释出消息是说啊 演唱会的门票可以来免费兑换演唱会的NFT哦 那这件事情啊,其实真的很幸好是事后才发布哦 不然呢,币圈的神人们呢,如果知道了 一定会加入抢票的行列 那我看呢,这个阿妹的门票啊 应该就真的会是秒杀的等级了哦 可能还会吸引一些科学家出动也说不定哦 但是呢,我相信啊,有很多看阿妹演唱会的朋友啊 应该都是币圈的新手或是NFT的新手 那特别啊,这次阿妹的演唱会的这个NFT啊 因为它是免费赠送的 所以呢,为了要考量成本呢 官方啊,他们一定不会选择贵贵的贵族链嘛 就以太链,他们一定不会选择 那这一次呢,演唱会呢 的这个NFT啊,选用的就是相对比较便宜的这个Tazels链哦 但我相信啊,很多很多的新手朋友啊 可能就是连以太的钱包都没有 那更不用说是Tazels的钱包哦 所以今天呢,Jerif呢,就是要教大家 怎么样手把手的来注册这个Tazels的钱包哦 那如果说你是有演唱会门票的朋友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着这支影片 然后来顺利的领取你阿妹演唱会免费的这个NFT哦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 其实呢,Tazels钱包有非常多种哦 我们在阿妹的演唱会的这个网站点进去 连结钱包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钱包的选择是还蛮多的 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其实在阿妹的这个演唱会的官方网站 也有跟大家做介绍哦 如果说钱包的部分你是用桌 就是电脑版本的话呢 会推荐大家用Temple的钱包 这其实是比较多人在使用的钱包 但是呢,因为Temple钱包呢 它目前是还没有手机版本的 所以呢,如果说你是用手机版 惯用手机版的朋友的话呢 就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Kukai的钱包 那Kukai的钱包呢 这个阿妹的网站上面是有教学的 所以如果有大家是有需要的朋友的话呢 就可以来看阿妹的这个官方网站就可以了哟 你做负责,你必须要对自己的资产去做负责嘛 所以如果说你一刚开始的时候 你就用错误的网址去做注册的话呢 那你就等于白白的把你的资产送给诈骗集团哦 所以呢,如果说有需要注册钱包的朋友呢 我会把链接放在影片下方叙述的栏位 请大家自己去点击就可以了哦 请务必一定要用正确的网址注册 好,OK,那我们就一起来注册吧 我们到了这个Temple的这个钱包的下载页面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选择 我们是用这个就是Web的这个版本 好,按进去之后呢 它会来问你说你的这个浏览器 因为它们是有扩充程式的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Jennifer用的这个是Brave的浏览器 所以我们就按下了这个安装的部分 按下去之后呢 它会跳到这个Chrome的这个 线上的应用程式商店哦 好,那我们就只要按下这个加到Chrome OK,好 那它会跳出一个讯息 那你就按新增扩充功能 按下去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在检查中 检查中之后 OK,它就加到了你的浏览器了 就这么的简单哦 好,那我们来继续进行 它就会问你说啊 你现在有没有钱包 那如果说你是有钱包的朋友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去汇入你原本有的钱包 那是用助记词去做汇入的 那如果说你是没有钱包的朋友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做的这部分 所以我们按下这个建立新钱包 好,建立新钱包这边呢 它会要你跟其他去中心化钱包一样呢 你必须要输入一组在你这个装置上使用的密码哦 好,那你只要去用它的这个逻辑去设定一组密码 那它是至少要八个位元 那你必须要有大小写的英文字母 那以及你必须要用一个特殊的符号 OK,所以我们来注册一下哦 OK,接受调侃 那我们就按下建立 好,OK,那接下来呢 你就会来看到这个就是助记词 所谓的助记词的页面哦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就是受保护的助记词哦 这边呢,请大家一定要务必留意哦 助记词的部分啊 不可以泄露给除了你之外的其他人哦 所以呢,请你用最高等级的方式来保护这些助记词哦 那Jelifer也会把之前我录制 譬如说注册小狐狸钱包的这个影片放在叙述栏位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我讲更多有关于说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把这些助记词给别人的这件事情 那以及我会再放一集有关于反诈骗的这个影片哦 它是一个请大家务必一定要看个十次的影片 那我会把这件这个影片放在下方 然后请大家再去复习其实说 为什么助记词对我们很重要哦 好,那这个助记词的部分呢 你点下去之后它就会出现了这样子的英文字嘛 那请大家务必要用最高等级的方式保存这些助记词哦 那有人会建议说你可以把它抄写下来 然后把这张纸好好的放在保险箱里面哦 那其实方式各种方式都有 请大家可以自己想想看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绝对不可以让它上你的网路 因为一上网路之后这些资讯就不安全了 好的,OK 那你备份完助记词之后 你就可以按下这个 我已备份助记词 然后按下继续 然后它就会请你去输入你刚刚记得的这些助记词 就可以完成注册这个Tazos的钱包哦 其实就非常的简单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哦 如果说你是有阿妹演唱会的门票的朋友的话呢 你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要怎么样来领取这个免费的NFT啊 非常的简单哦 其实第一步骤啊 就你只要去连接你刚刚注册好的这个钱包就可以了 你按下去之后 然后你如果说收Temple钱包 你就按下这个Temple钱包的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那第二步骤呢 是你只要去输入说你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哦 比如说订单编号啦 票券税好啦 长次日期啦 以及它会有一组神秘的密码 什么叫做神秘的密码呢 就是这个它在演唱会上面会公布的这个资料哦 那请大家就是直接把这个密码输入进去就可以取得了哦 那我相信每一天的密码应该会是不一样的 所以请大家就是要去参加之后 然后把这个密码给拍下来 然后回到家的时候就可以好好来领取你的NFT哦 好,那接下来呢 你就只要勾同意 然后输入验证码之后 你就可以来抽盲盒了 那 其实呢 盲盒的这个样式的这个中奖的几率啊 还是有不一样的哦 因为这次阿美其实很认真的做了非常多不同的款式啊 那其中呢 有1%的呢 你是会拿到就是艺术家的联名款哦 然后7%的人呢 会抽到特殊款 92%的人呢 会抽到基本款哦 但是呢 你开到的这个盲盒啊 就是你的NFT啊 是没有办法再去做更换的 所以请大家 各位朋友们绝对对不要当奥契哦 因为这也是办不到的事情哦 然后 这个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啊 所以呢 基本上你抽到什么就是什么了哦 那同一个钱包呢 最多可以免费获得四个 就是阿美的这个演唱会的NFT哦 那所以说如果说一起去的朋友没有想要领这个NFT的话 就赶快跟他要票根哦 那阿美的这一次的这个演唱会的NFT啊 你必须要在4月30号以前做领取哦 你必须要在4月30号以前做领取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这个时间哦 如果时间超过的话 也是不可能会去领到的 因为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 麻烦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哦 那阿美啊 这一次的NFT啊 虽然是免费领的 但是其实这个NFT啊 是可以交易的哦 其实阿美在他的网站上面也有 就是公告 所以这个是可以交易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点击到这个Marketplace来 那我会把这个连结放到叙述的栏位 如果说有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来点击看看哦 那有听说说 有朋友把这个卖掉之后啊 那演唱会的门票钱啊 都补回来了 那我相信啊 有大部分的朋友啊 如果说你是拿到阿美演唱会的这个NFT的话 应该都会是想要好好保存的 那你就会变成所谓的 必权所谓的钻石手哦 那未来说如果阿美在开演唱会的话 你或许还可以收集一整套哦 那就会完整记录了这个看演唱会的回忆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在台湾来讲应该会是一个新的创举啊 那或许在未来的 很多很多艺人朋友的演唱会 也会这样子做 这件事情是真的还蛮好的 你就可以在链上去记录你所有的演唱会的这样子的记录 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回忆哦 好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哦 去中心化的钱包啊 就是不会有客服来帮你找回遗失的财产哦 所以呢因此呢 请你就是非常谨慎的对你的资产去做负责 我们再来复习一次哦 钱包的助记池非常的重要 请不要泄露给任何的人哦 所以呢资料一上网路之后呢都不安全 请不要把助记池记在网路上或是各种通讯软体上面 比如说像是赖上面 这是不要的哦 好 那传递资产的时候呢 请你务必的再三确认相关的讯息哦 不要去签署一些你不懂的智能合约哦 然后确认讯息的时候呢 有一些比较大的重点 比如说金额跟链等等等等之类的 那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 所以不会有客服帮助你哦 只有你可以帮助你自己 好 那希望说这一支影片呢 可以帮助到新手的朋友哦 那也希望说阿妹的粉丝们 歌迷朋友们可以按照这支影片 领到阿妹精心设计 要送给你们的这个免费的NFT哦 好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